大家好 升旗以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12日 大年初一 今天就是年初一 今天是星期五 今節就是破例 這節就沒有時事講了 這節就是跟初一有關的東西 以及 大家 全香港 聽眾拜年 當然也包括全球的聽眾 因為我們的節目 實際上全地球也有人聽 在這個牛年 2021年的辛丑年 首先祝大家身體健康 為甚麼祝大家身體健康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全球爆發瘟疫 這個瘟疫當然就是 來自武漢 來自中國大陸 的武漢肺炎 所以祝大家身體健康 成功一定要對抗到武漢肺炎 千萬不要有病 留長條命 我們留長條命 繼續反抗 第二樣 祝大家新年進步 2021年的辛丑年 祝大家新年進步 為甚麼要新年進步呢 是不是去年很不夠進步呢 不是 我們任何時候 總有改進的空間 你我也是 香港人在過去那一年是不是做得不夠好呢 一定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一定有改進的空間 除了我們要求別人有改進 我們也要求自己有改進 過去那一年會不會有事情做得不足呢 香港過去 香港人又有沒有事情做得不足呢 香港人在過去這段時間 可以說是用盡了 最大的努力 但是當然 即使盡了最大努力 當然就不代表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我們還有很多 方式方法 還有很多東西未嘗試過 繼續等待天時地利人 總會就是能夠打開一個局面 在這段時間能夠打開局面之前 大家 就是需要武裝自己 充實自己 包括在學識 各方面能力 各方面不懂得學習 當時機 可能來臨的時候 就會別有一番天地 所以 新年 新丑年 牛年 祝大家新年進步 因為牛年 牛年祝大家甚麼好呢 牛那麼勤力 就叫做牛勤力 耕 大家都知道其實 耕田 最勤力的就不是農夫 農夫都已經很勤力了 其實牛就再勤力一點 過去香港其實有很多 很多說法就嘲笑這個新界隻牛 就是一樣那麼勤力 寓意這個勤力 就沒有用了 我們只能夠 同意最多三分之一而已 一半都不行 勤力應該是成功的基礎 假如一個成功 背後是完全沒有勤力的話 大家都知道那個其實就不是成功了 那個有另一個字就叫做僥倖 真真正正的成功 背後應該是一定要有努力過 那個字才能夠叫做成功 無論是做生意也好 事業也好 各方面 如果不是經過努力而是跌下來的 不知道為甚麼是哪個天上會跌下來的話 那個真的就叫做僥倖 香港人其實是出名 勤力的 只要我們去 世界其他地方就不難發現 例如歐洲 香港人一定是非常勤力的 大家也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有對手 另一些很勤力的人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人 其實他們去到海外打工也相當勤力的 另一種很勤力的人 我們留意到 這個就是印度人 假如這三種人就是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例如歐洲 其實理論上 歐洲的人 絕對不夠這三類型的人就是鬥勤力的 開OT 可能在三者之中 香港人 排行第一 香港人在這個 比較方面其實是有一個優勢 所以希望大家 接下來 無論是今年牛年 新醜年也好 接下來 不遠的將來也好 未來也好 希望大家更加勤力 過去有一段時間 很多人主張不勞而獲 新年祝人不勞而獲 我認為這樣跟詛咒沒有分別 其實 這個只能夠朋友之間拿來講笑 不勞而獲本身是一個充滿負面的字眼 我聽過一些更加荒謬的祝福也有 捉人家 官司前身 這個事源的律師就是 怕死沒有案件做 互相捉對方官司前身 我即時就問 如果我是醫生 你又是醫生 我不是要捉你百病前身 又或者捉你每年做手術 當然換來就是鴉雀無聲 這個絕對就不是祝賀說話 千萬不要亂說 真的要開始祝福香港了 祝香港甚麼好呢 我想了很久 想了一陣子 其實最好就是參考一下願荣光歸香港的歌詞 最好對香港的祝福 當然祝福者土地不再流淚 榮光也有說了 其實最好就是希望自由 能夠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 這個本來好像是平平無期的一個願望 很闊的願望 現在對於香港人來說就是一個 非常之遙遠的一個願望 這個時候就唯有參考一下歷史 所以為甚麼我們 時不時會提起這個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被驅逐 離開自己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 猶太人被驅逐 離開以色列 然後再回到這個地方 其實是超過2000年的時間 我們沒有人知道 到底我們要用多少時間 才能夠再重返這個地方 猶太人的例子就告訴了給大家 即使是超過了 一個那麼長那麼長的時間 那麼多個世紀 依然也沒有忘記過自己的歷史 自己的出處 今後無論大家 所去的地方是哪裏也好 希望大家 都要記住自己的身份 好 講那麼久了 講一下其他話題 就要跟大家研究一下這個大年初一的 十大禁忌 本來就打算農曆新年 預備 詛咒高官 翻查一下 發現大年初一 不適合做這件事 禁忌之一 所以 暫時 暫時 不詛咒 不過就不用擔心 那些小人就聽著了 接下來很快經濟 我們就一定會 詛咒你們 年初一 十大禁忌 不知道大家真的犯了多少 第一項 本台是有機會犯規的 就是不可以罵人 不能夠說粗口 好 我只要不犯規 就應該容易一點 通些渣就可能難一點 其他也很容易會一個不小心中招 包括不可以洗頭 不可以洗衣服 如果一個不小心 沒看過鐘 凌晨時分 拿衣服去洗 又有興趣了 原來年初一 不掃地 嚴格來說 你會發現大部分的年初一禁忌 都是跟不打掃 跟不洗東西有關的 不知原因是甚麼呢 可能一洗東西就會洗走了財氣 包括 不要拆窗 即是不要拆門拆窗 也是跟清潔有關 可能也是會拆走財運 記得大年初一 千萬不要虐待你的貓貓狗狗 更加不要打你的小朋友 還有 這個也很容易會觸犯的 就是睡午覺 大家記得 年初一就不要睡午覺 可能的原因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就是睡午覺 睡午覺給人的印象就覺得跟懶惰有關 這裏就要跟大家說 歷史上有個很出名的人物 一定要睡午覺 讓大家猜猜他是誰 就算是在打仗的時候 他還是要睡午覺 那個就是英國的前首相邱吉爾 他每天睡午覺就是一個 必定的習慣來的 到了打仗的時候 他依然就有這樣做 最危急的時候 他當然有交代他下面的人 如果有甚麼大事 當然要立即第一時間通知他 所以睡午覺是不是代表懶惰呢 其實就未必一定是 剩下還有幾項 就是不要太早洗澡了 大家記得 晚上9點之後 才洗澡 另外還有幾項 就是出外的時候 不要用光腳踏地下 這個正常在香港的朋友應該也不會這樣做 除非你就是 可能 很少會赤腳走出街 除非是日本人才這樣做 日本人就很喜歡 很多活動都很喜歡赤腳 還有最後一項 大家大年初一應該要吃齋 因為年30晚已經太好餵了 通常的原因就是因為年30晚太好餵了 初一吃齋 還有補充三項禁忌 這個就是本台獨家 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按like 記得要建設性留言 記得要 用Facebook Twitter 和社交媒體share這個節目 如果不是 過去那一年 未來的一年 你將會惡運前身 對粉絲一點影響都沒有 對於那些 敵對勢力進來偷聽 一定就要走他 記得要訂閱 這個後備戶口 還未訂閱的朋友快點訂閱 不然接下來 運勢會下跌 聽一下就會發現 還欠一部曲 最重要的那一部 我知道人數有限 不然 變相就是詛咒其他聽眾 我就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不用擔心 記得按廣告 看到藍絲廣告多100下 讓他大年初一給多一點錢 好 這一節就是大年初一的特輯 跟大家說到這裏 下一節就會跟大家正式說回 年初一的新聞 這一節就說到這裏 拜拜